好 继续镜头带你来看到花莲的最南区 富里乡 那么这一次呢 首次在富里举办画展 也因此30多位的参展的成员也献出精彩的作品 对于能够与当地乡民分享艺术创作 是感到非常的荣幸跟欣喜 富里国小二胡社团现场演奏世界名曲 悠扬乐章飘散 为荣耀富里花莲县长青书画会 书画连展揭开序幕 富里乡公所一花莲县长青书画会 共同办理这一场书画连展6号正式开幕 现场灌溉云集 30多位参展成员不远千里 驱车前来参与盛会之余 也当场辉豪分享书画 现场充满着浓厚的书香气息 可以留长 我们这些是个好感情 说不出在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 办理书画连展 与在地乡亲民众交流分享艺术创作 花莲县长青书画会理事长 以及成员们都深感荣幸与欣喜 这里面有很多都是我台师大 还有台义大的教授邀请的那个部队 然后其他都是我们本会会员的那个作品 大家可以带我去收藏可以带我去欣赏 那再次很感谢大家的义文 就任以来就积极推动营造富里乡 义文风气的乡长江东辰 感谢并表示 这一次展览的主题作品 席龙天降 期望能够为花莲与富里 带来更多的祥和与喜气 我们富里乡除了出产最好的米 最好的其他的农产品以外 其实我们也有最好的一个人文 人文资料 人文气质 所以今天邀请到我们花莲县 再跟我们富里乡的相关的 相关文化的部分的话 做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交流 真的非常的难得 非常的宝贵的一个经验 富里乡借着这一场书画连展 以文会友 乡长江东辰也进一步表示 未来也将会结合更多 类似的文化交流活动 为朴实的富里乡 带来更多艺文的气息 并提升乡亲的艺文气质 记者是玉兰 座礼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分享动听 订阅 行动